大家好,我是超哥 咱们开一个美级的一个凉皮板 这个板现在已经上电了 上电直接爆鼓掌 爆P0鼓掌 咱们我自己写了一份维修资料 咱们看我们的维修资料 这是我的维修资料 咱们看一下 爆P0 那么这个模块是621061的模块 是一个大模块 那么它的图对应的就是这个图 这是它的模块保护的图 按照维修思路 先测15V供电 15V供电 15.05V 好,正常 测一下B角气 这15V供电 这是8角 好,测一下一角 一角电压0V 二角电压7.7 三角电压7.4 符合于咱们刚才说的逻辑 好,现在我们要找到什么 找到那个电阻 找到那个100V的电阻 我们去区分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这个100V的电阻在没有图这情况 怎么去找 就是模块FO到CPU之间那个电阻 咱们先把这个板翻过来 咱们看一下 这个模块保护的角位是G4个角 对吧 G4个角 然后在CPU周边去找那个100V的电阻 它有几个 CPU周边如果有三个就三个全部捅一下 看哪个是捅 哪个就是FO了 这个找就是很方便 找G4个角 然后捅一下 好,再到这边捅一下 好,没问题 那么这个电子就是100V的电子 先把这个电子拆掉 好,100V的电子已经拆了 咱们看一下 电压还是0V,没有恢复 那么说明是模块有问题 咱们测一下上段 那个电子的上段 这是G4CPU这段 是2.38V 是有电压的 然后测一下它的上拉电子 就是旁边那个电子 好,测一下上段 上段是3.3V供电 3.3V也正常 说明是模块问题 咱们也可以把模块的F5角给它剪断 看电压容符恢复 这个主板 咱们最后把这个模块这个F5角断开之后 电压还是恢复不了 恢复不了 我们顺着这个CPU旁边这个F5 我们往下跑了一下 发现这个F5对地啊 它封了两路 一路是到了这个3.1F5角 一路是到了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的压缩机过载保护 过载保护 就是这个芯片的35角 那么测量35角对积的压降 只有100多欧 现在我们把这个电子给它拆掉了 把这一路断掉了 断掉之后 我们给它强行接这个地压 现在我们可以开机试一下 好,现在我们选择 智能 好,压缩机正常启动 压缩机现在正常启动 三个动画点亮 故障消除 所以说修复 以后遇到这个主板 看这个形状 遇到这个主板 记住 这个模块的F5是封为两路 一路是进了这个CPU 还有一路进了这个CPU 好了 这个就是电路 咱们就花了一些功夫 把这条线给它跑出来了 结果跑到这边来了 这个主板就完美修复了 感谢观看 再见